那乳腺增生会发产成乳腺癌吗 大家好,我是这大的医学博士 今天跟各位科普一下什么是乳腺增生 在临床上呢 其实乳腺增生是由生理性和病理性的两种 所谓的生理性的乳腺增生呢 就是女性在月经之前 可能会出现乳房胀痛 然后用手呢可以摸到一些肿块 这个时候去检查乳腺B超的话呢 在B超报告上 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或者乳腺小叶增生 其实这种情况呢 是一种生理性的乳腺增生 是因为我们体内的激素 在月经前发生了变化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其实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只需要定期复查 也不需要特别的治疗 那乳腺增生会发产成乳腺癌吗 其实大部分的乳腺增生 跟乳腺癌是没有关系的 只有非典型的增生 才有可能继续进展成为乳腺癌 但这个增生的性质呢 并不能通过B超检查 或者说触诊来发现 必须要通过活检的方式 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 乳腺肿瘤的包块呢 一般是没有疼痛的 所以如果大家在自己的乳房上 摸到没有疼痛的肿块呢 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的 同时针对40岁以上的女性呢 我们是推荐每年进行一次 乳腺B超和乳腺木板的检查 那哪些女性可能比较容易 不换这个乳腺增生呢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经常熬夜的 第二个呢就是情绪比较容易生气的这部分女性 因为我们女性其实体内的激素 跟我们情绪的关系也是很大的 压抑抑郁会导致我们这个体内的 运同的分泌的减少 同时呢使这个雌激素的表达呢 相对增高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 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可能高龄 然后未婚未育或者说生过小孩 但是没有用母乳喂养的这部分女性呢 可能比较容易患上乳腺增生 那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用来去预防这个乳腺增生呢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舒畅 然后呢尽量就是自己不要熬夜 然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不要太大 第二个呢就是在饮食方面呢 大家可以少吃一些油炸的 或者说是高糖的一些食品 可以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尽量不要去滥用一些含有性激素的一些必命药 激素类的一些美容产品 再一个方面呢就是适时的婚育 也是可以帮助减少这个乳腺增生的风险 在适临的时候结婚生育 然后哺乳呢 使女性的激素呢 表达水平是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这样子呢乳腺增生的风险也会比较小 好以上呢就是跟各位分享的关于乳腺增生的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